我愛你, 愛你,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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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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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你 愛你, 愛你, 愛你 正所謂世界上沒有免費午餐 不過有一個地方讓我們發現 世上原來是有免費早餐 而且是我們住的香港 和立原村一齊長大的漢和麵包店 發起派麵包的活動 逢星期三, 六, 早上 派給公公婆婆 到底老闆陳先生 為何會發起這個活動 下雨都一樣派的 要有眼遮頭的地方 已經拿包很開心 多數有餡的包 譬如腸仔 吞拿魚 腿蛋 餐肉 有時候都會有 燕麥包 麥包 菠蘿包 雞尾包 原先初初派 就很早 有時候七點多已經開始在這裡派 不停要跟他們說 不需要那麼早 現在多數都九點多 九點多開始就已經有人 即是有些公公婆婆過來 除了關懷街坊之外 原來陳老闆和沙田都很有淵源 到底立原村是一個怎樣的地方呢 那時候出生就是沙田大會堂的地方 大會堂的地方 那時候就叫做舊墨 舊墨屋 那時候我就在那裡出生了 很特別難忘 就看著它建造很多東西 譬如娛樂城 又是看著它建造 發展得都很好 整個立原村我都喜歡 是的 因為人情味 譬如做生意的 很多都幾十年了 全部都街坊 一出門口就認識 其實總之看到有甚麼問題 譬如我們做商戶的 都會幫到 譬如成記 他會派面做很多善事 我想他會比我們更長 大家都是潮州人 是的 所以特別朋友 是的 我們跟他特別朋友 有人說過 屋村充滿著人情味的故事 原來是真的 漢和麵包店就是一個例子 正所謂遠親不如近倫 街坊的關係就是這麼窩心 很多人家因為需要情況 需要一點點物資 我們想想 我們做點事 那時候就開始派面 那時候只有一百碗 現在已經沒有限額了 還有不少派面 還有小禮物 我第一次就沒試過 好開心 今天很幸運 好吃嗎 好吃嗎 我沒有空 今天腸仔包不錯 老闆經常派 還有拿很多獎者中心派給人 一個麵包的價值可能不高 但免費就象徵著一種人情味 這個小小關懷 令默默貢獻社會 這麼多年的老友記 有一份溫暖 很值得我們全揚開去 今次的《村村有奇聞》 就去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發掘更多奇聞其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再見